有的圈里很多明星都渴望上头条 而现在看来上头条也未必都是好事 向来一副好好现实模样的老戏古李雪剑 近日却一改往日温和的状态 像那些不好拍戏 却因为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而上头条的艺人们开启了炮 来看看 兴兴业业拍了36年戏的李雪剑 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影视界老兵 从80年代一路走来李雪剑拍过的电影 电视剧近百步 得到过的各类奖项 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不过近日这位老兵遇上了新问题 让他大为不解 打开电视机翻开报纸 点开网页 李雪剑看到的几乎都是各种丑闻 出轨门 吸毒门 嫖娼门 分手门等等 负面消息不绝于耳 无言瘴气的娱乐圈 让这位老戏古相当愤怒 好事不出门 坏事行万里 出了一个坏事 就能上头版头条 这是什么事啊这是 演多什么戏他也没上头版头条 红航们接连被爆出的各类丑闻 让他很是心痛 无奈并生气的同时 李雪剑也直截了当地表示 对于这些劣迹艺人 就应该狠狠地封杀 狂妄到这种地步了 还要去碰他们 娱乐新年地综合报道 也许真的是娱乐圈 关注度太大 也没有办法为难这些艺人了